有很多人不能理解农苏为什么你要把酱料停了 只做那个榴莲冰种 其实我是没有停的 我们现在停的话是为了流出产能 把那个冰种做好 我们中秋过后酱料会恢复生产 农苏又不是一个赌徒对吧 现在我们的冰种实在是太火爆了 是必不得已才不生产酱料的 今天是酱料的最后一天 我们有GG酱焖酱的一个组合 还有SO酱的一个组合 酱油辣酱的一个组合 都是串合在一起的 还有马通 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 可以在下方的小行车 或者到我们店铺去购买 谢谢大家 我们端午过后再搞一个粉丝的团建 先从我们的小破站开始 到时候农事会会亲自下厨 为大家做菜